同学们大家好 那今天开始我要带大家学习TypeScript 这一套全新的前端编程语法了 在开始学习TypeScript之前 我要带大家安装一款编辑器工具 这款编辑器工具的名字叫做Vidual Studio Code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不陌生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开这个编辑器 它就是这样的一款编辑器工具 如果没有安装过这款编辑器的同学 大家可以打开Vidual Studio Code的官网 code.visualstudio.com 然后选择对应你的操作系统的版本 对应的软件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门课程我们会采用Vidual Studio Code 作为我们的编辑器呢 这是因为Vidual Studio Code是微软推出的一个 前端编程工具 而TypeScript它也是微软推出的一款 前端编程的全新语法 所以在Vidual Studio Code上面 微软做了很多对于TypeScript这种语法的适配 所以使用它去编写我们的TypeScript的代码 会非常的友好 好 那大家在学习TypeScript之前 首先把Vidual Studio Code这个编辑器工具 下载下来并进行安装就可以了